大家好,我是复原老师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上网课的视频 开始起稿的时候呢,用铅笔起稿 要抓好形象的特征 那形象的特征呢,就是我们开始讲的一些基本的办法 像那个画比例的办法呀,找高点的办法 把它的特征 第一步呢,是把它的特征抓住 第二步呢,可以适当强调一些特征 在铅笔的稿子画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用可树橡皮,软的这种把它擦掉 留下一点痕迹 然后再用彩迁的笔去把它再描一遍 再描它这个形的时候呢,就可以再深入一些 把一些位置,具体的位置可以再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呢,我们开始上颜色 因为我们这张画呢,这个已经画过一张树苗了 所以明暗关系系里都比较有数 画的时候呢,就按照树苗的关系来画它的具体的一些明暗变化 在开始做的时候呢,还是要从浅色开始做 逐渐的去加深它,把位置一点点固定下来 然后用浅色打底,逐渐加深 强调过度的变化,强调整体明暗的变化 在整体的关系都布置起来之后 再逐渐的去深入画它的细节 不能过早的掉到细节里去 因为我们这张画里有树苗做参考 所以画起来就相对要容易很多 这也是我现在提倡的一种教学方式 就是要把树苗作为一个基础 然后和其他的不同的种类的东西结合起来 这样练习起来的东西呢 画起来的东西就比较扎实 不是描摹的一个状态 就一个主动处理的状态 剩下的部分就是逐渐在深入的过程 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上课的一个基本思路 好,今天就这样,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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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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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